不止黃國昌住家被國產署認定 侵佔國有地整排周邊 從167號到123號 總共9棟建築19個使用人 全部都違規占用 也被要求限期財務緩地 這一塊全部都打掉 那一排過去也都是一樣的 房東表情就很不知道怎麼辦 也沒怎樣啊 也沒到危害社會怎樣的 你看就種個花花草草 然後突然之後要打掉 黃國昌住家隔壁成租工廠鄰居 帶著我們直擊這塊被判定為 侵佔國有地的後陽台 是鋼筋水泥即將拆除 我們無奈啊 我們要弄 這我來看一下後面的使用狀況 不政府做要拆 有人說不拆嗎 苦的還是老百姓 他們這以前好像住了幾十年了 都把這樣住下來 他們也收到東西 整條街都補五年稅金 語氣雖然無奈 但侵佔是事實 而隔壁水塔後方就是黃國昌住家 一片靜悄悄暫時看不出來 有無拆除工程 而外界也關心處理進度 已經有通知他們在 八月底之前依法律規定取得一個合法使用權或騰空返還 國產署要求民眾限期騰空返還 而新北地政局則表示 該案已經移請農業局確認是否違反林業使用 屆時發文給使用人限期改善 否則開罰六到三十萬不等罰還 依照法律該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 儘管黃國昌嘴上這樣說 但若現期內沒改善 將列入排拆程序 從被認定侵佔國有地制基因已經過了十天 平時強調效率換成自己是否有兩套標準也受到格外關注 三水網站紅草新北地